我是肖像 今天在大厅开了个恐龙馆 一天一夜 想来的欢迎老地方有月报名 抓了几只大恐龙 放蛋蛋倒给孩儿们 当头看 简直太酷了 嗨声音呀 这能赚不少单笔 你怎么跟狗屋一样 排队排队啊 后面的大姨妈小姨妈们 不要激动 全场不免费啊 大人50小人68 后面的那个保安 别别激动 你是在说我吗 我妈这个恶的 咱不要直接又选 又排队 没事 一会儿骑得交蛋币就行 没钱 没钱 你等着来放屁呢 一会儿为你老婆孩子要去 好嘞 咱们就从这个东西 大姨妈开始下手 这位大妈 骑个恐龙100蛋币 我能做你恐龙上车帐 你能吗 你厉害 我给你大母哥 遇到这种人 咱直接就开唱好吧 妈 妈 糊涂了一个小时 那个大妈开始抠屁股 咱也不知道 她突然哪里掏出来的小孩 瞬间长大不说 还对着我说 看你唱得这么好听 肯定很有童心 帮我照顾下我的好大儿吧 这是什么操作 等等等等 我不会照顾孩子呀 于是我带她的好大儿 来到这张全蛋带岛最炸裂的双人图 开局用勺子来控制脚球 按开关 简直太酷了 咱们把左边的巧克力球 慢慢移动到右边 控制好方向降落到按钮处 像这样机关打开后 就会伸出一条路来 一起走风一贯 就特别的温馨 你倒是快点 我等的花都现了 和她的好大儿 一起上鞦签到对面 这里可以跟熊大熊二 一起打卡拍照 真的是太棒了 一人一边拿弓箭 射中五个蜜蜂 极为过关 莹莹莹 姐姐 你都把蜜蜂射完了 我是什么 谁让你出手不利索 快走吧 好吧 这里又是啥 需要敲击吗 你小子最好给我老实点 人家干什么 姐姐真好玩 我觉得一点都不好玩 作者 我看你也要奏气 自财的国管 脸都被打中了 又喝 这里又可以打 卡来来来 随便拍一张 你就走 我真怀疑 这个宝宝蛋对我有仇 一上风一罐 就给我弹的老高 别跟我说 这个是作者的bug 我不信 你没事吧 没事吧 这回安分点啊 我去收集方块 你去控制闺蜜 好的姐姐 你又转呀 经过了咱九九八十一次的努力 总算是过关了 来吧 小姐妹 咱拿个气球打个卡 这张图也是很推荐 大家一起来玩的 回答今后 孩儿他妈还在骑我的霸王龙呢 啊 我不要妈妈 赶紧给我回去吧 别复活我了 看到这个淡地屋了吗 其实里面藏了超多淡地 听说只要能进小屋 这些都能轻松到手 在其想要小红豆 小黑豆的宝贝们 还不心动吗 可是每当我们想进小屋的时候 就会发现 怎么跳都跳不进去 只能走唯一通道了 为了避免刚一发现 视频一小时后删除 没学会的宝贝们 建议保存下来 反复观看 多看几遍就会了 第一步 咱们拿上箱子道具 没有箱子的宝贝 装备上金卡箱 来到左侧悬崖边上 直接跳铺后 拿箱子垫上去 这样子我们就来到了 淡载最神秘的禁区 为了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想要小红豆 小黑豆的宝贝们 竖起耳朵认真听 千万别眨眼 现在拼多多手游福利专场 参与就有机会获得 淡载派对专属礼包 大鹅蛋壁 精美皮肤 随便选抽 我的主唱药星 萌兔阿琪等等 都是这个活动抽到的 面接给你们要来了 点击视频左下角就能参与 我已经用大小号试过 并且都有了小红豆 小黑豆 是不是很简单 第二步 咱们来到进去大门的后面 像这样直接跳铺进去 就到蛋壁屋了 我是小蒋 今天这张图 你要是赶完 我就去你家偷马桶 表面上是绿色小猩猩 但是也想不到 结尾竟然如此细极思恐 要是你感到害怕的话 就像我一样 把害怕两字打在公屏上 当然 如果可以顺手点个赞的话 那更好 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 我在岛上吃杨幂 结果那小子突然说 让我换上杨幂套装 陪他一起玩一张 特别有趣的图 然后我想 居然有人陪我玩图 我就新高采练的换了衣服 就在咱们准备开始的时候 他居然退图了 然后我就一个人开始跑图 他为什么要退出呢 感觉这个事情有点诡异 听说这张图改编子 饥饿的拉姆 在游戏里 我就是个普通的羊驼 因为非常饿 想吃三颗樱桃 但是拉姆还是很饿 于是呀 看到了旁边的香蕉先生 拉姆就问 香蕉香蕉 可以吃掉你吗 你分了吧 我才不愿意呢 没办法 拉姆只好找个东西 让他睡着 于是捡起了不远处的一块石头 这个时候回到香蕉身边 用石头把它砸晕了 这样拉姆就顺利吃掉了香蕉 但此刻的拉姆依然很饿 于是走向了他的水果朋友 水果朋友们看到拉姆 都害怕的躲了起来 这点躲猫猫的小伎俩 能难得到我 于是拉姆又开始去找他的水果朋友 第一个找到的是苹果兄弟 但是他被十分卡住了 这时拉姆发现了不远处的分潮 这一切都很合理对吧 花粉也特别的小情形 但为什么只有我一个人进了图呢 有没有谁知道吗 知道这是为什么的 抓紧时间告诉我 苹果被蜜蜂遮得害怕的逃了出来 他说既然你找到了我 那就把我吃掉吧 拉姆依然很饿 四处寻找 看到了一个活吧 从向旁边的灌木丛 把它点燃 又赶出了第二个水果朋友 你一说 这实在是太烫了 既然你找到我 就请把我吃掉吧 于是拉姆又吃掉了第二个水果朋友 最后一个我们需要拿一块斧桃 橘子先生也说 既然你发现了我就把我吃掉吧 他们真是非常美丽 忽然话分出遍 天哪这是哪里呀 到处一片漆黑 找了许久才发现了一具狗的尸体 一只被石头打死的狗 难道它是 香蕉先生 不不不可能不可能 接着我又来到了他们的营地 可是 却只发现了这个 赶快逃离现场 前面怎么着火了呀 还有一具尸体 它的味道有点像 刚刚的那只梨 然后我又发现了一具 被砍掉头的尸体 难道说 它是刚刚那只橘子吗 果然我在蜂窝旁边 找到了苹果的尸体 越想越可怕 赶紧顺着星星的指引 坐上列车逃离这里 正当我满心窃喜 以为能够逃出这里的时候 而且一切都完了 你能逃出去吗 我是小姐 今天在大厅吃完烤串 就开始倒地上打滚装死 想知道怎么在地上打滚的宝贝们 老弟分口给一 超过三个人 我一会儿就叫大家 到处乱撞 呃 本来想笨子 结果遇到个不太正常的蛋 上来就问我处得像吗 真心处得像 还说他情投明天才能改 我围着他再三观察了一番 这蛋也不像那样的 有哪个男的这么糟气 喜欢又不装衣服的粉蛋 在大街上乱逛呀 见我沉默许久 转眼又开始呼呼别人了 这蛋一听别恋的速度还挺快 跟了他一路 其实粉蛋还是很暖心的 抱了个大眼DK妹 就往摩天轮走 蛋蛋怎么好像不对劲 接着他环顾了下四周 发现除了我没有其他的胆 女士又问了我一遍 除此披码 正当我害怕告诉他 其实我有对象 会不会把我丢下去的时候 昨天刚跟我在一起的前人兄弟 一把就把他推开 并且还松 快说你和我兄弟在一起 是什么情况 完了场面变得一度混乱 他是我的 我有兔兔车 你们有什么 好哥们 我也有兔兔车 你们都别争了 我有三架兔兔车 我可是富二代 就我没有是吧 你们三个人去吧 我可以送他红小豆 哇哇哇大佬大佬 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 现在还没有抽到 小红豆小黑豆的宝子们 可千万要注意了 点击左下角的蛋载派对 就可以领取一万蛋币 如果提示需要下载或更新 那就不是最新版的蛋载 直接左下方更新或下载就可以了 孝子搞得谁没有一样 皮肤是吧 来吧 月龙战家 给你们溜一圈 他是我的 他是我的 我的 我的 我用分值 载了他三年 兄弟 你用你那破电驴 可以拐走他吗 好啦 你们都别争了 谁愿意为了我变成公主 我就嫁给谁 最怕气氛突然安静 你居然 你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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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去 这张图的公主cosplay 简直太酷了 真别说 他们三个大男人 穿着真漂亮 妈妈呀 谁把我进来的 我肠子都毁清了 我看你们玩得不是挺开心的吗 来本漂亮公主 请你吃个毒苹果 鉴定完毕 香的嘞 走我美丽的大公主们 我带你们进船 妈妈呀 我不干净了 我是男人 活生生的男人 天啊 这个大城堡太漂亮了 老大有人当众脱衣服 要造反 脱出去 斩了 这帮娘们 我受不了了 这样才对嘛 乖乖坐下 陪我打卡 妈妈呀 放我下来 不要偷窥我裙底 我可没有 这是个马车夫 老大 我厉害吧 停停停 卡住了 卡住了 头卡住了 没问题继续 我是小奖 今天开了把单牌 没想到匹配到的全是当当羊 直接退游 羡慕了 如何不客拿当当羊 那就试试这两种办法 心心念念的小羊终于反场了 有谁不爱啊 QQ盘弹的 可是保底200才能出 那么还有什么办法可以得到小羊呢 方法一对换马 像小羊这么可爱的皮肤 知道他对换马的人也非常的少 那么方法二就简单多了 告诉大家的好消息 现在拼多多手游福利专场 参与就有机会获得 蛋仔派对专属礼包 大鹅蛋壁 精美皮肤随便选抽 我的小羊 水母等等都是这个活动抽到的 点击给你们要来了 点击视频左下角就能参与 是不是很简单 在小小的蛋宅头里 搬呀搬呀搬 正小小的蛋壁 花都花不挖 在脏脏的河里面 挖呀挖呀挖 像大大的鱼儿到我手里来 在怪怪的地图里 跳呀笑呀笑 要多多的经验 变成凤凰蛋 分手后和前任兄弟 在一起的第一天 大家好 我是臭脚 接上集 我和撒旦前任分手后 看兄弟居然对我炸裂表白 这是神马操作 给我整不会了 于是 女孩子开心 咋这么麻烦呀 怎么可能 她没和你的糖果 那人也会和你的糖果 既然如此 那今天本臭脚 就让你体验一下 处对象的感觉 来孩儿们 叫爸爸 爸 爸 儿们 这是你们第108个新爸爸 别这样 我害怕 我儿们的皮肤 怎么穿得比老子还豪华 红小豆 黑小豆 你们都有了吗 没有的话 接下来可要认真听了 点击左下角的蛋仔派对 就可以领取一万蛋币 如果提示需要下载或更新 那可能不是最新版的蛋仔 直接在左下角下载更新就可以了 孩儿们 今天爸爸带你们化身为冰块 为眼前的这位角落 皇上送冰块结束 眼前的这个皇上 就是蛋仔食物的一生里 那个便秘呢 这一世 咱们化身为冰块太监 笑死十秒后 越发离谱 这张图 绝对是你想象不到的搞笑程度 最令我意外的是 终点前居然还有光抠屁 跳下去 坐上这只小船 一转眼 就能变成夏天 作为冰块的孩儿们 怪怪的自己跳上马车 前往避暑山庄 将自己敬献皇上 你这个冰块怎么呆呆傻傻 倒点了 还不享受 看看我的好蛋儿们 一个个多自觉跑的贼快 一会儿要是皇上等齐了 第一个把你供出去 我谢你六舅 当然不是每个冰块 都有机会进献皇上的 需要在许愿池里来回筛选 给他日他爹都看呆了 进来一起洗澡 洗干净的冰块 才能进献皇上 哎呀妈呀 在许愿池玩太久 忘记时间冰块都快化了 光抠屁都催咱们了 做谁光抠屁呢 赶紧进去吧 但皇都要热得发怒了 最后咱们这些卑微的冰块 好大人们 通过一系列屏障 就可以来到皇上身边了 不是为啥皇上门口 还有个光抠屁啊 不管了 咱还是先去给皇上服务吧 虽然说这是第三次 给这个蛋仔岛的大明星服务了 但还是有点小紧张 就怕皇上不会又刁难咱们 让我们吃脚皮 可以拖答辩吧 还好 这次只是把自己的冰块 放入皇上的脚里 像这样所有冰块 放到固定的位置 就可以过关了 那个 时间到了 我们该撤了 后续还要得加钱 这八个不是女孩 都是群演 老贵了要八百你 那个三十 你兄弟给我发私信 我该怎么回 为什么会 别理他 我不许和脑婆 跟我在一起 脑子里还装着别人 是谁死门了我的手 大家好 我是臭小 这是我第一次来蛋仔岛 吃小恐龙 结果还被逛更不开心了 原本就因为昨天跟傻蛋男友提分手 一整个阴谋 不发不知道 一发吓一跳 原来大傻蛋妈妈早就看不惯我了 并且最要好的闺蜜 还背叛了我 我应该是整个蛋仔岛 最倒霉的蛋了 其实我和大傻蛋 还有几个月就结婚了 可她早就想好 要分手了嘛 茶茶 茶茶就这么重要吗 不要伤心了 就点好运给你 不用还啦 我可是整个蛋仔岛最幸运的蛋 你是男蛋还是女蛋 我现在看到男蛋就烦 那 那我是女蛋 要是说实话 我是他前任兄弟 会不会当场被嘎 走 带你去个好玩的地方 怎 怎么是酒吧 天啊 这么多好看的皮肤 其实我也想要红小豆 你想要吗 我送你 现在不想客机 又想要好看皮肤的宝贝们 注意 现在快到左下方下载最新版本 蛋仔派对 就有机会获得小红豆小黑豆芒 和套装蛋壁窝 快去试试 等等 这 这是影视 大傻蛋 他怎么也在酒吧 现在是凌晨 他刚刚还发消息跟我说他睡了 原来他不止欺骗我一次 那他身边的事 果然身边还带着我闺蜜 一起打他 没关系 我哭一个月就好了 你怎么可以在这里逛逛 你不去跟我闺蜜 换情女头像 打牌卫赛了吗 我来这里要你管 你妈妈早就看不惯我了 咱们分手吧 好 他居然答应得这么干脆 可能也就只有我不舍的吧 别难过来 少男不稀罕 我这个男蛋就不一样了 嗯 你说啥 我这个女蛋就不一样了 走带你离开这里 怎么样 皮套一穿 谁也不爱 我是吧 GG吧 谢谢你红小豆 我果然没这么倒霉了 但还是心情不太好 我先下线了 好 这个爱哭鬼 又多难一个人哭呢 换个衣服去安慰下 你跟他分手了 其实 是吗 我是小奖 今天用傻蛋男友的微信 发朋友圈 看看会发生什么 一会儿谁第一个评论 我就删谁 这 他妈妈可不能删 没想到他妈妈早就看不惯我了 又是谁发的私信 等等 这不是我闺蜜吗 陪你六舅 我男友怎么能让我闺蜜来陪 不愧是我好闺蜜 黑丝都穿上了 当初算我眼瞎 教了你这么个闺蜜 好看 好看到报 昨天凌晨 他不是跟我说凌晨有客户在加班很忙吗 难道 他骗了我 不行 将计就计 我倒要看看这个狐狸精闺蜜能煮出什么茶子 笑北嘎嘎 我还想换情侣头像跟你一起玩 连我都没有跟他用过情侣头像 他们怎么可以 你今天怎么不用鱼鱼银行我妹妹了 那我尝尝牙了 好吧 笑北嘎嘎 带我开边风塞上风 哟 一口一个笑北嘎嘎呢 为了打探闺蜜 我又男友账号跟他开了把牌卫赛 笑北嘎嘎你今天怎么不送我超级起步呀 之前每一次开局你都会抱我超级起步的 哦 原来他也是会送超级起步的 那 我算什么 大傻蛋 开局抱我超级起步吧 你这么猜 抱着你那也是超级退步 只不过那个被抱超级起步的人 不是我 是不是因为我太猜了 笑北嘎 该你怎么走这么快 以往都会等我的 等 等你 你怎么走这么迈 问死了 我 好闺蜜 你这么做真的对得起我吗 笑北嘎嘎你上次给我发的腹肌照 我都看你了 什么时候可以发新的给我呀 对不起 这我真的玩不下去 笑北嘎嘎你今天好奇怪 闺蜜 你够了 小三装得累了吧 我从没想过自己身边最亲近的人会跟我抢同一个男人 并且查理查起的 谁 怎么是你 小蒋 丁亚吗 你最好搞清楚 我才是他女朋友 就你 还他女朋友 你知不知道什么叫门当户队 他妈妈看不上你 反正你们迟早要疯了 你 原来小丑一直都是我自己 认识了如此好的闺蜜 兄弟 恭喜啊 终于要跟那个母老虎分手了 原来 他早就想好了 分手吗 我不舍的 还记得第一次跑图的时候 他就对我说 他会永远爱我 现在呢 茶茶 茶茶就那么重要吗 自从我告诉大贩子如何 到句后 他便一度对我疯狂表白 小蒋 我喜欢你 别这样我害怕 游戏人的春天真的来了 普通玩家不充钱 也能成为课金选手 现在只要你是移动用户 点击左下角 以上礼包随便选 今天开通的 还有整整15G高速专属流量 刷视频看直播都免流 另外还有QQ飞车 英雄联盟等 超多游戏稀缺道具礼包 不用换卡不用换号 名额有限 想要的点击左下角 输入手机号和验证码 立即开通吧 我是小蒋 今天碰到一个没素质的相亲对象 事情是这样的 老妈看我天天在家吃蛋糕 不务正业 于是 你都18了 今年必须找个对象带两个 去搜一下这个名字 是30 隔壁老王给介绍的 说他也完蛋在 不家 我一开始是拒绝的 结果 想用钱来挥入 像我这种聪明优质的女大蛋仔 怎么可能不说金钱的用果 放心 长这样 又喝 蛋仔都长这么帅 肯定是个有钱的霸子 这不是最近心脾吗 好难过我还没抽到 浅浅换个平T 这样应该看不出来吧 去家一下 小样这么晚了 凌晨还在线 对了 想要跟这位帅哥一样 制真皮肤 却又荷包紧张的蛋仔注意了 现在不课金 也有机会抽皮肤 拼多多蛋仔好礼节 放出了一万份蛋仔派对专属礼包 不仅有机会抢到超多蛋壁 更有精美皮肤随意放出哦 像我的主唱 要新萌兔阿奇 甲龙晶晶 都是这么来的 我把专属链接放在左下角了 想要的宝子们快充 链接在就还有名额 快点点吧 不 不过 射孔吕塞应该发什么呢 先前前打个招呼吧 还是我先开口吧 叫他哥们应该不太好 显得我不够淑女 那我大天等我 够冷漠 够帅气 我喜欢 是老娘的菜 这么帅的草团子皮肤大哥 别说原地结婚 我生意像猴子 不愿意 不是他人啊 难道不是这里 硬着头皮 不要脸组个队 什么玩意儿 别 别告诉我是这个山寨版 小妞 小妞 滚啦 滚起牛 小妞 网链有风险 你 你就是三十 我咋看照片里不长这样啊 难道我不帅呢 放心我技术一流 抱你满意儿 咱俩这穿的还是情侣装的 走 带你上班 于是 不甘情愿的开了把牌卫赛 前面几局 前面几局他都表现得很细势 上来就送我超级起步 连续送了三个超级起步 直接顺利来到了决赛 果然他技术一流 直接带我起飞 居然还在战场上对我送花 突然觉得长得丑也就凑合嘛 人好就行 看我太菜 抱着我走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爱情 我谢你六舅 回到大厅 看到这个没素质的相亲对象就来气 像你这种男人丑死了 狗都不要 活该一辈子单身 老娘不稀罕 没想到 等等他为什么换的全是女装 不会是女蛋吧 我是小蒋 今天在大厅吃鸡爪 突然一个宝宝蛋走过来 就喊我傻蛋男友爸爸 我心思这只只只蛋 长得花里胡哨的 也不是我生的呀 难道 这个傻蛋劈腿 背着我找别的女人了 你这心情叫你妈妈 越想越气 你个傻蛋看我不走 我不是这孩子怎么乱叫呢 宝宝蛋告诉姨姨 你的妈妈去哪了 只见不知哪来的烟雾 这个宝宝蛋 肉烟可见的速度就长大了 然后嘴里还喊着 妈妈我出生了 这不得行 吓得我DK没狂念咒语 这这是喝了三楼奶粉吗 身上速度有点不像话 这是你的孩子吧 怎么可能 你看我俩长得像吗 他还有鸡毛胆子 我都没有 不能说像 这戴傻的眼睛 简直是一模一样 爸爸妈妈 快看我 不去我 这孩子 情况不妙溜了溜了 小蒋没跟来 不会丢了吧 担心他一会儿找不到我 还是用卡普欧给他分享过我现在的位置 就他那个脑子 可能开导航都找不到 还是拍张照 谈到他手机桌面上 旁边有棵树 可以时时查看位置 手机电量 这样总不会找不到我了吧 好你个傻蛋 终于找到你了 我没养过孩子 给我挤的呀 宝宝丹 不要哭了 你要怎么玩呀 我又做爸爸头上旗呢 好玩吗 好玩吗 没办法 宝宝丹依然又哭又闹 于是我带他来玩超超超超级好玩的三人图 玩法心意 你不看到最后我都怕你过不去 今日份愿望清单打卡完成 你在打卡什么呀 就是这个卡普欧上的愿望清单呀 我会把我们每一次在弹载里打卡的地图都记录下来 咱们在一起多久都会有记录哦 这么神奇 不仅如此 跑图跑累了还能想一部有趣的电影 绑定好有关系就能边看电影边聊天了 玩地图又选择困难症的宝宝再也不用愁了 今天打卡哪张图直接用转一转就能决定 救命 你给我当黄的要运了 这怎么过不去 不好意思 你们久等了老娘终于过来了 第三关卡就需要三个人一起配合 特种单拿箱子帮我们两边正常蛋和菜菜蛋给垫上去 就像这样 你在干嘛这是那么不合的吗 给我看的连妈都不认识 经过咱俩的长时间配合 我感觉胜利就在前方 第二块木板是在转动的 咱们一定要小心 轻轻松松到达最后一块 OK过关 江宝我来了 爸爸我还没过去 我好像忘了什么 问题不大 第四关就是简单的躲避红线 这里应该没人发现吧 求求你 求求你 快给我存大 第五关卡简单的跳洋葱圈 对于我这个生发带来说 直接就是小菜一碟 感谢江宝和宝宝蛋的慷慨相救 我实在是过不去 没想到可以把队友抱过来 一起进入最后一个关卡 不是吧 这么高 作者你这地图也太偏态了 不管了 硬着头皮上吧 居然还能求作者 哇哇哇 S作者了 求一求 直接到重点 黑头大屏后 我们发现了个奇怪的蛋饭子 然后 咱们这个宝宝蛋 应该可以卖个好价钱 当蛋仔博主入坑元神后 咋不玩蛋仔 这辈子都不可能玩蛋仔的 刚上大厅就被人说 你瞧你长得那个熊样 真丑 开了把巅峰牌卫赛 还连输十二局 蛋仔没衣服穿比 又比不赢 还不是凤凰干 于是三十说 像你这种性格 就适合玩元神 怎么说呢 玩元神的第一天 压根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于是 去问了一下各大元神大佬 这个游戏你们到底在玩什么 他们就跟我说 跑跑地图刷刷怪 看看风景 像我这种没耐心的女孩子 跑地图有什么好跑的 结果 玩元神的第二天 总结一下就是爬山 上树 打怪 滑翔 最让我难以理解的是 每一个任务的终点都需要爬山 最最最可怕的是 好不容易爬上去了 结果掉下来直接打 我求你了 直接赶着叫 爬山国 是的 玩元神的第三天 直接好家伙 停不下来了 干了一整天 全程一路看风景 收集好看的小精灵 还有这么多超美的角色皮肤 打怪打累了 就去看个帅哥 以后人神是我家 武艺要补课 我又不叫武艺 关我什么事 失败乃成功之母 那成功之父是谁 给我三百 你就是成功之父 你怎么段位这么低 五孔高 考这么烂 给你加一套试卷 不用了 谢谢 帮我双倍传给下一个人 我要杀了你的爱人 我爱你 在马马桶借我168买红小豆 没钱 那你现在欠我168 先生你好 十点二元 您只给了十元 不用谢我 那两毛给你当小费 小脚我是你老粉 什么时候关注我的 一分钟前关注的 谁送手册吗 老人小孩先送 现在是上课时间 你要去干嘛 我去所里交点资料 去哪个锁 厕所 那个上课睡觉的 来说说你的理想是什么 吃的好 穿的好 睡的好 你的理想能不能更高一些 睡的更好 穿的更好 睡的更好 报告老师 我去清一下内存 清理什么内存 拉屎 现在同学们都在食堂浸餐 能不能说的委婉一些 好的老师 马桶饿了该喂了 老公你爱不爱我 哎 那你叫我一身女王八 女王八 如果你只要两个字 王八 小脚我是你老粉 可以送手册吗 可以 什么时候关注我的 刚刚 嗯 好吧 现在关注我也算老粉了 我是小蒋 我是小蒋 假龙晶晶 有点想哭 在岛上挂机 不明白妈妈 为什么要把我卖给蛋贩子 这时一个黑蛋过来 对我摸摸头 哈哈 我这样的孤儿 怎么会有人关心我 见我没回答 直接抱走 果然 他可能是想把我扔下悬崖吧 我早就习惯了被欺负 结果他开始对着我弹琴 一点也没有把我扔下去的意思 更想哭了 谁懂啊 以往在岛上挂机 都是拿来被别人当球踢 被撞 被不理解 被丢下悬崖 从没想过挂机 还能遇上好心的蛋 给我弹琴 邀请我一起听音乐 看到有人欺负我时 会保护我 谢谢你小姐妹 我是男的 难道这就是传说猪的爱情 看他不穿衣服 可能是个新手宝宝蛋 那我带你坐兔兔车 没想到坐了一圈后 他也有兔兔车 但我四处兜圈 真的好帅气 头一次在大厅挂机 遇到如此暖心的蛋渣子 然后我又开始继续挂机 他也一动不动 看来是下线了 天啊 怎么还有暴龙仔在 连我超级喜欢的甲龙晶晶都有 这还不简单 想要皮肤首次的宝贝们注意了 最近蛋仔体验符不是很火吗 进来后就能领机甲皮肤 日常任务送的还是蛋病 我把体验符放在左下角 要左下角下载的才能弹出这串对话码 我也去试试 你为什么一直挂机 因为心情不好 为什么心情不好 因为被妈妈卖给了蛋贩子 为什么卖给蛋贩子 可能是我太懦弱了 经常在巅峰再拖后腿 你就不一样了 琴弹得这么好肯定很受欢迎 我 我是姑娘没有人喜欢我的音乐 所以我才每天在凌晨爆挂鸡蛋来做我的观众 原来他跟我一样可怜 那你为什么要保护我 这不是我第一次认识你的 我跟你一样没有妈妈每天和蛋贩子生活 你不害怕吗 那么如果解决不了问题 走我带你去练练的 去哪 怎么是这张田园封恐怖地图啊 游戏规则就是在这里开三天 唯一的方法就是肯定所有的恐怖事 谁能熬到第三天就是全蛋仔上最勇敢 真的吗 那我接受挑战 开局起因是因为家里欠债急需用钱 就去做了池塘管理员 在这里只要干三天就能拿到高薪工资 坐着老板提醒咱们 在这里看到一切奇怪的事物 都要当作视而不见 拿了钥匙出门后 第二个任务就是喂鱼 在仓库拿上饲料回鱼塘喂鱼就行 妈妈呀 这是啥啊 我来保护冰冰吧 等等 我害怕它是谁 这又是哪 天啊吓我一跳 刚刚那个是梦吗 赶紧回家洗个澡呀呀精 才第一天我就感到害怕了 不要怕有红菜 这一大片红的又是傻 不行我不敢玩了 赶紧逃离这个诡异的地方 那些勇敢的小蛋仔们 你们能坚持几天呢 等起火了 我再斗胆来玩这张图吧 想要挑战胆量的就自己去探索啊 从没想过会在蛋仔感动到 我是胆小假龙晶晶 刚出生的时候家里太穷 妈妈只好把我卖给蛋贩子 妈妈妈你别走 本以为蛋贩子买走我后会对我进行一顿毒打 没想到有黑蛋欺负我 它会拼尽全力保护我 那天我才发现它不是蛋贩子 它是一颗瘫痪蛋经常收留恐龙孤儿 不要害怕 它不是坏人 真的吗 但你叫我三十就好 我也被妈妈剖弃了 后来我们成了很要好的青梅竹马 我的妈妈还会回来吗 会的 你们自己强大起 早点长大 妈妈就会回来 你看看它 天天不务正业 自己都养不活 还养了两个怪 养了恐龙 恐龙长大了 可是会吃掉蛋仔呢 第一个吃掉它自己 你们都给我 久而久之 我们都觉得它是咱们第二个妈妈 妈妈对我最好了 妈妈也喜欢这样抱着我 但那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 急性瘫痪 一个时辰不到一年 早日准备封事 我是时候放手 小蒋三十 我不想再养你 你们本身是恐龙 就该回归大自食 去不断的巅峰搏斗 让自己变得强大 妈妈 不要走 难道你也要像我们的妈妈一样 把咱俩抛弃吗 是不是因为我们不够强大 给你拖护腿了 什么时候 我才能勇敢起来呢 如果你们能在巅峰才战胜 那我就不会丢下你的 一声令下我们使出了浑身的力气 开局超级几步 拼命地往前跑 你们先走 离我的实力 让你们十秒 我真的太想留在妈妈身边了 从未想过 能够这么快到达终点 首次破了个人记录 太好了 凭他们现在的事 应该不会再受欺负 那 我也该离开了 我们胜利了 回到大厅 却再也找不到蛋贩子 咱们还能重新见到自己的妈妈吗 会的 一定会的 只有咱们逐步强大 我来保护金鸣吧 几个月后 我和三十逐渐强大 很快都成为了凤凰蛋 直到有一天 老大 恐龙世界的星园 可以拿来做实验 不是个不错的 不过拿走了恐龙世界的星园 所有恐龙都会灭 什么 拿走金鸣恐龙世界 就会毁灭 那两个小家伙 不行 你们不能这么做 你们不能破坏大字 关你屁事 他 他想做什么 妈妈 现在的我 你可以放心一口 妈妈 那场巅峰对局 我们没有输 所以以后 可以不要再抛下我们了吗 我是小蒋 今天在大厅吃羊 等等 这不是昨天找我 图复合的傻蛋前男友吗 他 他怎么可以 又对其他女孩子送花 不应该啊 我认识的萧北 不是这样的 一路跟着他俩 来到小黑屋 居然还亲上了 跟了好久 萧北没找我就下线了 我偷偷登上了他的账号 虽然这样做不好 却依然不死心 他还是老样子 喜欢穿个条纹衫 装配上送花 干净的聊天记录 我以为我错怪他了 直到 发现他和吕查的聊天记录 萧北 该该有空吗 怎么又是你 不可以吗 你想干嘛 想听你叫老婆 这怎么可以 老婆 哦 跟其他女蛋打情骂俏呢 刚昨天找我复合 问我借钱 大碗就去叫别人老婆了 这小子这一招 打得叫滴水不漏啊 我瞬间没了翻聊天记录的兴致 一切都明了了 他根本就没爱过我 我家小蒋 怎么又不开心了 是不是没有贾龙晶晶一谋了 没关系我给你 不想克金 又没有皮肤的宝子们注意 告诉大家个好消息 现在到左下角下载 更新到恐龙赛季版本 就能收到皮蛋的隐藏生日礼物 现在知道的人还不多 不是因为贾龙晶晶 我 别不开心了 把他当最熟悉的陌生人就好 像这种渣男不值得你 你宝宝蛋 你怎么知道 我一直都知道 傻瓜你忘记了吗 我说过 你伤心的时候 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 谢谢你弟弟 走带你去打卡发泄一下 怎么是这张地图啊 蛋仔食物的一生 记蛋仔洗脚的一生之后 又出第三步了 这次因为抄袭乐园地图 我被打入了蛋仔地狱 过命十秒后逐渐离谱 开始咱抱着好奇的心态 看看蛋仔派对更新了什么 哇哦 这么多好玩的地图 这个地图好火爆 好漂亮啊 拿上这个娃娃 进入下一关卡 就搬运成功了 不得不佩服 作者的脑回路 结果我就被传送到了 蛋仔地狱 被男明星 一巴掌拍到了碗里 咱就是说 你个别迷男 脚上长满了脚皮 手应该是干净的吧 一路上 上高山下火海 度过此节 真心悔过 方可重生 前面一大堆 黑色的长刺 是啥啊 咋感觉这么眼熟 不会是作者 大大的腿毛吧 这里要小心 不能碰到刀上的销毁 继续前进 变成劣质蛋 快点快点 别拖我后腿 妈妈呀 赶紧离开这个鬼地方 这是啥啊 咱们好像被火烤了 这段路比较难走 建议不要跳跃 小江你等等我 哈哈不好意思 忘了还有你这个宝宝蛋了 最后在鞦韆上拿箱子 放入大锅中 就算改过自新洗礼成功了 每张地图都是作者的心血 我也会努力做出更优质的作品 赶紧喊上自己的姐妹 来给这位大明星作者加油打气吧 今天谢谢你了弟弟 不要再叫我弟弟了 我已经成年了 也是一个可以保护你的男蛋了 以后咱们不要离开好不好 啊 我 我是小蒋 今天在大厅吃冒烟馒头 没想到前男友居然上线找我 美女可以做你蛋打子吗 你觉得你说这话合适吗 你忘了那天你表现得有多冷漠 咱们分手吧 我不爱你了 那傻蛋如果某天你后悔了 请到我面前对我送话 我不可能后悔 就怕你可能还会想我 你是最近手头又紧了吧 对不起我还有事先走了 三十你醒了 小蒋 我这是在哪里 三十我没听错吧 你叫了我的名字 你不就是小姐吗 极大欢喜极大欢喜 哦 小姑娘 你男朋友这个情况已经是恢复了记忆 太好了 等等 他不是我男朋友啊 什么恢复记忆 我明明没适应 我现在只觉得我头好疼 自己好像做了一个很生很长的梦 好真实 你恢复记忆真的太好了 三十 三十 大概你还记得我吧 当时你跌落悬崖 命血一线 是我用人工呼吸叫了你 我是你的茶茶呀 你还记得我吗 当然记得了 救命温人 谢谢你 滤茶 看在你救我一命的份上 三十教你如何拿新皮肤 我想客金的宝贝们注意了 现在从左下角下载 更新到皮蛋节版本 就能收到皮蛋的隐藏生日礼物 这些有谁不心动呢 人家才不要什么皮肤 拿你自己报答我吧 赶门紧完就可以生猴子 你没事吧 你没事吧 给我家医生六呆了 你没有开玩笑吧 三十嘎嘎你就答应人家吧 谢谢你救了我 但我心里已经有喜欢的人 他指的是我嘛 三十嘎嘎我会让你重新喜欢上我了 三十你还记得吗 你之前对我说 要是什么时候我想玩巅峰赛了 你会带我上分的 嗯当然记得 总看一局带你躺 突然好激动 本赛季我一定要成为凤凰蛋 抱我抱我 果然三十还是懂我的开局 直接给我来 超级气度 算了关键时刻还得靠近 看我操作 第一关我比她快顺利过关 沿江关卡让我表演 刷个箱子直接传送到无敌点 结果 你小子这么快就嘎了 那姐也没心情完 直接胜利 回大厅后在岛屿等三十 没想到 脚脚 做回我的蛋打子吧 我 自从你离开后一直在找 傻瓜可以重新做我女朋友吗 今天在大厅吃恐龙蛋 一个智针皮肤晶晶走上前来 再三确认后缓缓打了个六 好吃吗 香的嘞 那是我儿子 能够香吗 干嘛吃我儿子 别生气 我给您老表演个杂技 啊 BGM走起 这什么玩意儿 我表演的不好吗 遇到个傻晶晶 真会有气 新赛季了宝贝们 先去小黑屋摘个皇冠 然后去盲盒店试试手气 看看单抽能不能出奇迹 结果 咋凌晨的大厅 这么多人民币啊 突然觉得 我身上的小羊不香了 嗨 运气真差 盲盒一个没中还分手了 要是我有暴龙仔在就好了 你说的是我身上的这个恐龙 这个赛季才刚开始啊 你怎么就有制针恐龙了 请叫我客金大老 羡慕了 因为我不想客金 还没有恐龙皮肤 哈哈羡慕吧 这个赛季的整套制针皮肤 我都挤起了 真的吗 跟小蒋一样 想要恐龙皮肤的宝子们注意 现在到左下角下载 更新到皮蛋结版本 就能收到皮蛋的隐藏生日礼物 走 请赛季带你上番 给你展示一下 我仔仔的实力 上来就是划船 三十走着 瞧姐给你露一手 你们这群小子 划得挺快 不过记住 JK妹前妻是无敌的 我来 我来 小笔 很好 咱们也是很顺利的 来到了决赛 星途中间还会喷火 我呀 抄 我屁股大 我屁股炸的 别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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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小黑屋找找 结果 大胆妖孽 死创老改蛋的地盘 真是一点没把我们放在眼里 你 你们想干嘛 住手 放开那个女孩 有什么事冲过来 三十 你走吧 别管我 兄弟们给我打 都不许伤害她 都不许伤害 小 小姐 兄弟们撤 三 三十 小 小姐 你 你想起我了吗 我还记得 你喜欢做我的兔子 你喜欢听我弹琴 那可以再为我弹奏一曲吗 当然